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明镜电视新开栏目 明镜人物 政治人物的动向 关系到的不只是 一国国内的政策变动 似乎也可能影响国际局势 过去执政八年 台湾总统马英九 任内最影注目 无非就是马习惠 马英九习近平手这么一握 舆论哗然 有人乐观其成 但也被批刻意轻忠 2016年台湾政坛再度变天 主张台独的蔡英文 明选为总统 则是上任后内阁人士变动多 行政院院长由原本的林权 改为政绩有成的赖清德来接任 内阁根基是否稳固 考验民众的信任 两岸也出现冷冻关系 现在 从缺好几个月的 总统府秘书长一职 终于确定 总统府发言人林鹤明 八日证实 总统蔡英文将在 11日召开记者会 正式宣布总统府秘书长 由高雄市长陈菊出任 高雄市政府也发布新闻稿 指出蔡英文总统多次征询 陈菊考虑再三 最后秉持战事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力为理念 决定协助总统治理政务 修建政府过去负面形象 决心与府合作 为台湾民众交出漂亮成绩单 陈菊踏入总统府后 高雄市长职务 预计将由现任副市长许立明代理 对于职位变动 陈菊先感谢高雄市民给他长年支持 高雄是他第二个家乡 他说未来不用担心 将会一本初衷 以中央的高度 持续协助高雄的城市发展 以及产业转型 陈菊任总统府秘书长 外界认为不意外 陈菊将与蔡英文行政院院长赖清德 组成铁三角 布局年底地方选战 65岁民进党政治明星陈菊 形象亲民与高雄市民同住一个屋檐下 12年 市民习惯称他为大妈 一头爆炸头发型 像极日本卡通人物 花妈的昵称也就离不开他 陈菊从小生活在宜兰三星 受父亲影响从政 18岁就是反对运动大佬 郭雨昕的秘书 走跳政治江湖 年纪轻轻就接触四方角力 打通人脉 民进党内不少人 都是在陈菊的引领之下 走向台湾独立意识形态 私底下大家都以菊姐来称呼这位 热心照顾后辈的大姐大 美国总统川普今年3月签署台湾旅行法 允许台美官员互访受贵台湾 引起中共强烈不满踏罚 陈菊这时刚好访美 接受访问时表示 看好台旅法签署后带来的成效 不管是台美关系或台湾的国际地位 都不该受中国牵制 对内亲民对外敢言 陈菊任总统府秘书长 充分代言总统发言 传达总统指令 协调总统决策 面对台湾内政 两岸关系 陈菊身负重任 民进人物徐卫林整理报道